在我没有喜欢上别人之前 我想我都会喜欢你的 周总 都去吃饭 你不去吗 不饿 周总 那个 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没有你的硬件 我也来不了咱们公司 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举手之劳 那个 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还有事吗 哎 就是 周总 希望我跟小美的事情呢 不要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 希望这个事你千万不要介意好吗 拜托 拜托 那我先吃饭去了 小蒜 你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我八月七号 那你可能要先走人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老板不喜欢狮子座的 你先办离职吧 就是因为狮子座什么 对呀 狮子座客我们公司 这样 你先给我点时间 做做老板工作 我可以和孙鹏分手 不是 我可以和他绝交 我是真心觉得咱们不合适 你不是也喜欢看《监狱风云》吗 我这个人吧 有个毛病 刚认识的时候喜欢顺着对方说话 给对方留个面子 但我其实根本就不喜欢这种老港片 尤其是一堆男人坐牢的戏 那孝顺客的旧熟呢 他可是拿过奥斯卡奖的 那是大家认为的 是 他是拿过很多提名 但一个奖都没拿到啊 还有那个 男人一生必看的电影 我就觉得这种网单真的挺无聊的 我之前看《教父》的时候 我看到一句弹幕说 男人一生可看可不看的电影 我当时就笑出声了 我觉得 居然有人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你看《教父》还开弹幕 你太浮浅了 你买单 啊 你买单 啊 姑姑啊 姑姑 我说什么来着 男人最了解男人嘛 他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给我走开啊 我呀 气死了 拿过干嘛 我呀气死了 他要是再敢回来 我就拿这个把他 投个敲屏 各位 哥 某人今天看起来 好像挺开心的样子嘞 莫非是因为他 不 要不我们出去敞锅挑物 纸巢和回旧吧 我安排好了已经 回去 电影院 看鬼片 死怕 按摩 我想想 还有什么 吃火锅 想起 我跟你说个事啊 就我不接受你 那并不是因为别的 你看你 很阳光啊 你清纯可爱啊 但你真的不是 我喜欢的款 你觉得咱俩配吗 没关系啊 姑姑 在我没有喜欢上别人之前 我想我都会喜欢你的 明天